现在的手机厂商可以说把价格卷麻了 中低价位随便拎一个出来 性价比都不会很差 那今天给选择困难的讽刺 安利几款千元2000价位的手机 1. Redmi K50 K50不用多说了吧 成功把2K加120Hz14屏幕打入了2000价位 观感比普通的1080P屏幕上了两个档次 而且天机8100性能足够 搭配5500毫安时电池续航直接拉满 适合追求全能的中低预算用户 目前拼中多补加后只需2100多拿下 2. iQoo Neo6 SE 个人非常喜欢骁龙870机型 系统优化好调度机器 尤其是下方Vivo X系列的摄像头排列 让它的外观颜值在千元机里属于T1级别 并且它也是120Hz的三星E4屏幕 80W双电型闪充应用禁用 不贴后1700出头的售价非常香 3. Redmi Note 11T Pro 预算又低又想打游戏 这款天机8100守门员就值得你选择 属于是打游戏的神机了 虽然11T Pro的调度没有其他8100那么激进 但基本任何游戏都能开满画质流畅 发热也温和 1500价位能搞到这种性能 11T Pro已经完全值得 拼多多百亿补贴818手机键 小米Realme官方入驻 旗舰直降现实补贴真枪剂 点我评论区链接 或者拼多多搜索16818 还能领确折胜折 818专场还有苹果13系列神秘补贴 性价比购机的小伙伴们快冲 前... 中文字幕再采订 Kauf 才能切红 实力 课